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今天要去找哪些主題呢 來看到中國大陸軍事實力受到矚目 大陸空軍呢 航空開放活動 暨長春航空展 26號叫吉林長春開幕了 大陸空軍20系列戰機 在開放的活動當中 集體亮相 包括運有20 殲20 還有殲16秀美技 尤其是運有20 有戰力倍增氣支撐 所以讓中國大陸像是殲20 殲16突破了第二島鏈 美國關島守不住了嗎 等等分析 還有說到了殲20 印度媒體歐亞時報 高度的評價殲20 還說它能夠呢 在搜索跟跟踪 所有的隱身戰鬥機 陸美分析 殲20對決F35 不只佔據了優勢 跟F22呢 其實相比的話 F22也輸給了殲20 包括殲20的作戰半徑 遠勝F22 而且呢 還能夠跟霹靂15 還有呢 空井500來進行結合 相反的 美國22只能呢 單打獨鬥 F22真的不是殲20對手嗎 等等分析 美國的所謂的第二島鏈 已經呢 被運由20問世之後 狠狠被打破了 現在轟20一旦橫空出世呢 美國不只三條島鏈 通通沒了 就連美國的本土 都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所以美國媒體可以是高度的關入 中國大陸轟20 由於呢 這兩款轟20的模型 模型一以及模型二 接連亮相 美國媒體表示 大陸可能研發了 兩款隱身轟炸機嗎 其中呢 來看到轟20 這種兩種可變的垂萎的設計 包括平放的狀態跟豎起的狀態 就是獨步全球 還有呢 美國不斷拉著盟友選邊站 卻把中俄打成超級背靠背 解放軍呢 將在8月34號首度 派出了陸海空三軍 參加東方202演習 大陸專家表示說 這對於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有重要的意義 說到了美國圍堵大陸來看到的是 美國政府宣布將要暫停四家大陸航空公司 所直飛的 一共二十六個從美國飛往大陸的航班 說這是因應北京政府決定 新冠病毒病例為理由 暫停多個美國航空公司的航班 對此大陸駐美大使館說 美國交通部是極不負責任的 而且毫無根據的暫停的航班 大陸的大使館說 大陸對COVID-19的熔斷措施 是公平透明的 適用於中外的航空公司 而且符合了雙邊的航空運輸協議 首先頭條來看到 中美軍事實力越拉越近了 您覺得台海一旦開戰 中美誰才會不計代價 火力全開呢 是中國大陸為了統一武統精銳進出 還是美國為了挺台灣 把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東西都說哈了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 美國不斷有一些官員來台灣 高舉反中大旗 為自己墊高抗中籌碼 傷害的恐怕都是台灣了 不過蔡政府好像非常開心 說所謂的美國官員來台灣 就是挺台灣嗎 譬如說來看到 這個蔡英文26號親自接見了 美國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 布蕾波恩 他還說呢 期盼跟美國共同強化半導體等 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因應了後疫情時候的這些經濟的挑戰 但是美國是要裂解台積電呢 蔡英文卻搶著呢 要雙手奉上台灣最重要的資產 半導體的大廠 另外呢 蔡英文還說呢 希望台灣能夠進一步 融入印太經濟架構 IPF這些區域合作經濟的架構 但是這一個 IPF區域合作經濟架構呢 就被說美國就是怕台灣加入嘛 這個抗中的立場太過鮮明 所以才沒邀請台灣 但蔡英文卻巴不得呢 想要加入抗中聯盟 恐怕也是沒有認清 所謂的國際現實嘛 而且來看到這一位叫做布蕾波恩 他抵台之後呢 就高舉抗中大旗 他用中文在推特上表示說 訪台就是為了向北京傳達 我們不會接受霸凌的訊息 美國不會容忍傷害其盟友的行徑 對於呢 又有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中國大陸的來看到 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 他就特別說 北京將會採取堅決反制的措施 以回應美國的挑釁 那劉鋒表示呢 有關的訪問再次證明啊 美國不願看到台海局勢是穩定的 不遺餘力要挑起兩岸對抗 干涉中國的內政 與此同時呢 大陸日前其實再度宣布了 所謂的軍演 根據福建海事微信公眾號說 大陸本週宣布二十六號到二十七號 在福建開展實彈的射擊訓練 禁止一切的船舶進入 那這一次的演訓區呢 位在哪裡 這個地方上次六次的這個所圍倒軍演的時候 這個地方其實也有 譬如說他就這一次是在平潭島附近 這就是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個區域之一 所以美國官員高調訪問台灣 但是後續的政治波瀾 卻是台灣要承擔的 所以您支持美國不斷的打台灣牌嗎 也來聊天室一起來聊聊 其實最近中國大陸軍事實力 全世界都看到大陸崛起 尤其是備受關注就是 大陸空軍航空開放活動 即長春航空戰 二十六號就在吉林長春開幕了 中國大陸的空軍二嶺系列戰機 在開幕的活動當中 其實是集體亮相 展現出大陸空軍奮鬥強軍 奮飛十年的建設發展的成就 而且來看到 這一次航空展的展覽的總面積 來到了14萬平方米再創的新高 而這一次的所謂的航空展 又有哪些亮點呢 先來看看這一張所謂的核框圖 第一個就是運有二零 以及殲二零 還有殲十六三機同框的照片 重磅發布 尤其是空中加油機 是叫做戰略空軍必備的裝備 可謂大幅的提升戰力戰鬥力的航程 就叫做戰力倍增氣之稱 這一次的航空展 中國大陸新一代的空中加油機的裝備 運有二零 是首次向社會公眾來展示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段運有二零的表演 我們看到遠處這個應該就是運二零吧 是吧 運二零開始馬上要進入大家的視野了 就是我們在直播開始之前 為大家介紹很久的胖妞要出來了 其實胖妞是網友的戲稱 人家有一個代號叫昆鵬 昆鵬 你要看它的起飛滑跑距離 作為他們飛行員來講 他們會很清楚的看到 你看它的滑跑距離 和你們堅持是比起來的 一個大飛機 小飛機 兩者之間它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不過作為一個這麼大的飛機來講 滑跑距離還是比較短的 對吧 還是很優秀的 起飛性能也是不錯的 哇 飛翔了 看它的這個表演 它主要作為一個運輸機 空中投送的平台 所以它主要的表演動作 就是水平機動性的 不像那個堅持他們八重飛行員 它有大量的垂直機動 它不大可能會去做垂直機動 也不要求它去做那 但是水平機動性能是它的 小半徑的轉彎啊 迴轉啊 低速啊 這樣的這個對它來講 這就是展示它的這個能力的優點了 運二齡給我的感覺就是 穩穩的幸福在那邊 就穩穩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它們的那個監視表演機 要展示的力量 它是一種強大的速度 那種動感 衝擊力 好 您真的覺得 它有在叫穩穩的靈活嗎 剛才看起來運二齡真的 運油二齡真的非常的一個穩 尤其現在來看到運油二齡 投入了新時代 練兵備戰呢 根據了中國大陸官方消息 其實最早出現像是運油二齡 這些消息的時候 在這一次所謂的 環島軍演當中就有了 央視新聞八月九號報導說 當天的中國大陸東部戰區 繼續在台灣周邊的海空運呢 組織實戰化的聯合演訓 那戰區的海軍出動像是呢 區護艦 戰區空軍出動預警機 還有殲擊機跟加油機 干擾機等等的 多批多型的戰機 那重點演訓呢 像滯空作戰 空中加油 還有對海支援這些科目 錘鏈很複雜的電磁環境之下呢 聯合封控的能力 所以當時在視頻當中 也出現了新一代空中加油機 這個運油二齡的身影 你看它在空中加油 加油的一個生意 而說到了運油二齡 就是中國大陸的 運二齡大型的運輸機的基礎上 所發展的新一代的空中加油機 相較於呢 上一代叫做烘油六的加油機呢 運油二齡呢 它怎樣呢 它的載油量更大 飛行距離也更遠了 中國大陸軍事專家來看到 宋欣之老師 他就特別說了 說啊這個運油二齡 總載油量超過了一百噸 加油能力呢 會非常的強 那給呢別的飛機加油的油量 可能會超過了五十噸 非常的可觀 首次呢向公眾展示的 這個運油二齡說明 這個運油二齡已經正式通過了 中國大陸空軍的性能的鑑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型號的成熟的里程碑 另外大陸軍事專家 王明志老師則說 作為一種呢 多任務的加油運輸機啊 其實運油二齡是空中力量的倍增器 運油二齡呢 其實跟上是運二齡 還有呢殲二齡 還有呢殲十六 乘機之後呢 可以呢這些呢 組成很靈活的戰鬥編組 把大陸呢可以提升 像是呢空軍的遠程機動啊 遠域攻防 還有遠程投送的能力 那這個空中加油機就是決定呢 一個國家的空中力量 進行呢像是全空域 長航石 還有遠距離奔襲作戰的關鍵 一次呢空中加油 就可以讓遠程轟炸機的航程 增加多少 增加大概是30%啊 到50%增加了那麼多 然後呢來看到戰鬥機它的航程 也能夠因為加油的關係 增加到40%到百分百 那運輸機的航程也可能 因此增加多少呢 增加了80%到百分之百 所以呢像是中國大陸 無論是殲20啊 還有包括了什麼 殲16 他們至少呢作戰半徑 都是1500公里左右 那甚至呢 還要更遠的一些作戰半徑 它才能夠呢滿足在 不依賴加油的狀況之下 整個呢在所謂的第一島鏈 這個地方 納入它的攻擊範圍圈內 現在中國大陸海軍 其實早就已經把所謂的 第一島鏈視為無誤 不只是所謂的海峽中線 早就被抹去了 第一島鏈根本就視為無誤了嘛 那現在挺進到 第二島鏈的狀況之下呢 來看到殲20啊 它原本的作戰半徑 是2000公里左右的作戰半徑 殲16它的作戰半徑 是1500公里 那當然在第二島鏈這個地方 就覺得有點不夠用啦 那戰機它的至少要作戰半徑 提升到2000到3000公里 才能夠把這個區域拒止跟反介入體系 從第一島鏈延伸到了第二島鏈 接下來我會告訴你 其實包括了這個轟20出現之後 哪有什麼島鏈啊 美國本土都會被打擊了 另外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的航程就是運油20 它橫空出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就把第二島鏈通通給打破了 這也是能夠讓中國大陸戰機 直達哪裡 這個地方非常關鍵 也就是關島啊 資料顯示呢 運20 先說運20 運20它的最大的起飛重量 來到了多少 來到了220噸 最大航程是7600公里 7600千米 最大的升限是來到了13000米 飛行的速度可達呢 800公里每小時 好 那運20的總師 叫做唐長宏 他曾經說過 運20啊 他就是會實現的一行兩機 那就是呢 來看到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型號 當然就說到是運油20 運油20呢 就被認為說是運20家族當中 最值得期待的成員 由於呢 他加油技術的生產的 其實呢 已經非常成熟 而且長期得到了應用 因此呢 運油20的研發速度好快啊 運20 它原本最大的來看到 最大的載重是66噸 所以理論上來講呢 這個運油20 最多可以搭載66噸的燃油 這也意味著呢 一架所謂的運油20 就可以頂上呢 原本比較舊一點的 四架的烘油6 至少能夠為六架的重型戰鬥機 提供一千公里以外的 一次的空中加油 還有呢 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中國大陸想造多少架 就造多少架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表演隊六級齊飛 尾一拉出三色噴漆 戰機兼具幾乎為零 遠看就像只有一架飛機 展現戰機性能和飛行員技術 除了八一飛行表演隊之外 紅鷹和天之翼表演隊 也翱翔空中展現特技 有垂直機動以及水平機動和垂直機動的 那種連貫流暢的轉換 殲20戰機大秀特技 完成大仰角穿雲 空中急轉等多項高難度戰術動作 引起現場換身連連 殲16也在活動中亮相 以一連串垂直爬升和旋轉 展現小巧戰機敏捷優勢 它的滑跑距離和你們殲10比起來 一個大飛機小飛機 兩者之間它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不過作為一個這麼大的飛機來講 滑跑距離還是比較短的 轟鳴聲鎮耳玉龍展現巨大機身的 磅礫氣勢 代號昆鵬的運2時 單綱壓軸演出 維持在地空盤旋 對於在空頭或空降時 能夠散佈在狹小範圍 具備高度戰術價值 而這次活動中解放軍空軍 也首次地面展示 空中加油機運油20 它可以使殲20 從原先作戰半徑兩千公里 因為加油而延伸到第二島鏈 對駐日和關島美軍造成直接威脅 記者劉嘉宇報導 好了 除了這個所謂20系列的戰機 非常吸睛之外 這一次中國大陸空軍的航空開放活動 繼長春航空展 還有非常非常多亮點 比如說來看到 空軍的八一飛行表演隊 以及空軍航空大學 紅鷹飛行表演隊 天之翼飛行表演隊 都帶來非常精彩的特技飛行表演 這次在空軍航空大學裡面 他們是出了兩支飛行表演隊 一個是咱們說的天之翼 就現在正在表演的天之翼 另外一個就是紅鷹飛行表演隊 其實是這兩支表演隊 同時來為 相繼來為大家進行飛行表演 進行一個非常漂亮的空中開花 好像彩虹啊 非常像彩虹 非常漂亮 而且視野非常漂亮 開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 非常漂亮 視覺衝擊力是非常不錯的 在現場一定有很多人拿著手機 和自己的相機拍下這個 太帥了 太帥了 好 現在是紅鷹飛行隊 飛行表演隊 來為我們進行空中的一些動作的展示 完成起飛以後 現在是一個八級編隊 要進行相應的表演動作 八級表演動作結束以後 進入一系列的組合動作 組合動作完成以後就進入招路 現在看來是拉煙 又一道彩虹 又一道彩虹 這是一個艦行隊的一個拉煙 對 前面是有一個領頭的 像一個箭頭一樣 八一飛行表演隊 它的飛行表演是一個六級飛行表演 現在第一批的三級已經起來了 三級的一個密集隊形起飛 體現的是它是快速出動能力 那像這種大機群 超密集的編隊飛行 不僅僅是視覺上 讓我們看起來極為的震撼 是不是它有著很高的 這種戰術的運用價值呢 的確是這樣的 當它的間隔距離 小於雷達的分辨率的時候 這六架飛機在空中看得 就像一架飛機一樣 所以敵人會誤判我空中 到底有多少病他不知道 這是一個健行隊 拉煙非常漂亮 向觀禮台的嘉賓致敬 這是一個空軍特有的一個 航空禮儀 我們從畫面中間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 好的確兩岸的軍力可以說實力越差越大了 臺灣我們來看到行政院二十五號通過二零二三年度的總預算案 其中臺灣的防務經費整體高達來到了五千八百六十三億台幣 大概是一百九十四億美金 比二零二年增幅來看到 比二零二年的增幅來到了十三點九百百百 那預算數還有增幅 雙雙都創了新高 但是臺灣的國防高預算的狀況之下 但是卻出現什麼呢 解放軍導彈 這個所謂的飛越臺灣上空 卻沒有發相關的防空警報 以及金門駐軍 卻用石頭驅趕大陸無人機的相關畫面 港媒分析就認為說 臺海危機對臺灣的負荷已經越來越重了 二零二三年臺灣整體的國防預算 佔了GDP的比率大概是百分之二點四 但花了這麼多錢 買了這些武器回來 還是難以解決人的問題 沒有那麼多人 等到這些武器到貨之後 到底有沒有足夠的人力能夠操作呢 或者適不適合當下的臺海戰場 也引發質疑 尤其到底要如何把錢花在刀口上 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 恐怕才是決策者的問題 尤其說到兩岸這麼樣的敵對 您覺得兩岸應該化解衝突 而不是對抗嗎 最近不少臺灣人被騙到了柬埔寨之後 人身安全受到很大限制 被迫從事了很多網路詐騙的活動 前大陸的駐柬埔寨 大使館就說 之前就特別說 公開說願意協助救援當地臺灣人之後 大陸駐柬埔寨的大使館 的確收到了十多份在柬埔寨的臺灣人 所發出來的相關求救訊息 所以您覺得兩岸是不是應該多合作 而化解相關旗艦呢 大陸運由二嶺橫空出世之後 跟殲二嶺搭配 美國所謂的第二島嶺關島 早就已經是什麼樣了 中國大陸能夠打擊的基地了 所以您覺得台海衝突的時候 美國敢介入嗎 還是再往後退退到第三島嶺呢 來聊天事實上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 中國大陸研製列裝的第一代的 第一種所謂的第四代的隱身戰鬥機 殲二嶺戰機的一舉一動 都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我們先看到這一次 中國大陸空軍航空開放活動 暨長全航空展殲二嶺的精彩表演 劉潔把時間交給你 好的 這裡是吉林長春空軍航空開放活動的現場 合伙在現場一起為大家做報道的是軍事專家王明志先生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殲二嶺的飛行展示了 那王先生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殲二嶺展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有什麼特點 剛才殲二嶺已經完成了一系列眼花撩爛的動作 原計畫應該是雙擊的飛行表演 今天由於吉林長春下了點雨 所以把原計畫的這種雙擊飛行表演 改為了單擊飛行表演 不過仍然是非常精彩的一連串眼花撩爛 非常緊湊的一個飛行表演 除了有這種水平機動以外 而且有垂直機動以及水平機動和垂直機動的 那種連貫流暢的轉換 其實說到了殲二嶺 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之前的時間 在台灣周邊不是舉行了 是戰化的聯合演訓當中 殲二嶺就有現身的演訓 除了參加台灣周邊舉行的實戰化的聯合演訓 殲二嶺已經之前還怎麼樣 像是在東海防空識別區 進行所謂的怎麼樣 識別查證外國的軍機 更別說在8月10號的時候 其實來看到的是解放軍在人民空軍 開闢警巡 戰巡新航機一文當中有披露 早在7月下旬的時候 大陸空軍航空兵的王海大隊 所在旅的飛行員叫做楊春雷 又一次駕駛殲20的戰機 對進入到大陸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外國軍機 進行了識別查證 而且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大家也都印象很深刻 像是殲20用新裝備新編隊 還有新姿態參加了航展 向外界透露它已經換了所謂的 中國大陸國產的發動機了 另外殲20是中國大陸配備的第一種 有人駕駛的隱身戰鬥機 原機型是在2011年首飛 然後2017年殲20首次用三機的方式 其實怎樣 編隊的形式 就來參加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90週年的閱兵式 那同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國防部的發言人 就正式的宣布殲20已經批量交付部隊了 在2021年7月1號的時候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 15架的殲20戰鬥機的編隊亮相 而說到中國大陸殲20綜合作戰能力又如何呢 這是印度的媒體歐亞時報 就高度評價說 殲20他能夠搜索跟跟蹤所有的隱身戰鬥機 好 那來看看 陸媒說呢 關於這一款的戰鬥機一直以來都是西方 有一些質疑聲啊 從來沒有斷過 那儘管現在實力非常強 西方不少的軍事專家甚至還說 殲20啊 你就是呢 抽取了F22的隱身戰鬥術吧 這個呢 相關的技術來源則是大陸從一些不知名的途徑所獲取的 你看 說人家偷技術 然後呢 還說從美國的隱身戰鬥機殘骸那邊拿來的 陸媒來看到這一個叫做大國將領視頻 他說 說這個說法真相怎麼樣 我們先暫且不提 但是現在目前的表現上來看 殲20的綜合作戰的能力呢 就遠遠高過美國的兩款的五代機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航展表演 這個殲20跟F22呢 他們做同樣一個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呢 殲20的性能其實非常的好 一早 在柑道上 就是來了 對上 Commonwealth 好 陸媒就有分析 歼20不止媲美F22对决F35 可是占尽了上风 大陆的确跟这款战机有交锋过 来看到这是2022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美国的F35闯入东海 遇上了歼20战机之后 这件事情就得到了谁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空军司令 威尔斯巴赫他的确认 那他就称赞中国大陆飞行员相当的专业 而且歼20控制还有指挥系统 给他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印象 而且此外 威尔斯巴赫他也说 中国大陆的空警500 在当时对抗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陆超远程的导弹 就霹雳15这些 也得到了空警15的协助 组成了一条杀伤力很强的杀伤链 那从威尔斯巴赫的话中 其实得到好多好多的讯息 讯息量爆表了 第一个就是杀伤链的问题 中国大陆来看到像是有空警500的协助 很可能是歼20在发射像是霹雳10或霹雳15这类导弹之后 空警500他能够接管导弹 就引领这个导弹 引导这个导弹去打击敌方的战斗机 这叫做杀伤链 就给歼20带来了两大优势 第一大优势 它的打击范围更大了 毕竟这个战斗机没有预警机 看得远 空警500看得很远 第二个优势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隐身能力 因为在发射导弹的过程当中 歼20根本就不需要开雷达 就能够让空警500就能够完成 发现敌机引导导弹的全过程 不开雷达也就是没有信号源了 隐身能力自然能够提升 你看这是两大优点 另外从威尔斯巴赫这一套 所谓的杀伤链的评价来看 当时极有可能是歼20 先看到你的F35 歼20先看到了F35 然后F35透过发现自己 我怎么已经被空警500锁定了之后 才发现原来是有歼20 所以陆美说按照现代化 发现及摧毁的 这个叫做超远视距空战的模式 我早就看到你了 你早就被我摧毁了 所以F35跟歼20这一次 如果是实战的话 那么F35无疑就已经被击毁了 另外来看到 威尔斯巴赫他也评价说 解放军的飞行员相当专业 那这一点就很特别 因为他这个说法 其实跟评价所谓的俄罗斯 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中国大陆解放军非常专业 而且也说中国大陆给出的信号 是很明确的 让美国的空军很明确的知道 自己的战机后面 其实没有一枚导弹过来 那其实他之前 美国怎么骂俄罗斯的 他说俄罗斯的飞行员评价 就会说什么 哎呀这个美军就认为 俄罗斯的飞行员相当的暴躁 很多对抗还很容易会擦枪走火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是高度评价 好那这一次的所谓对抗当中 F35击败非常容易理解 一方面来看到 F35他是单打独斗的 没有像歼20一样 刚刚说什么空警500预警机 形成一个作战的体系 另外一方面 F35隐身能力本身就已经不如歼20了 另外这个是跟F35比 那如果跟最强的F22相比 歼20依旧还是占据了综合性的优势 第一点陆美提到F22 你的航程怎么那么短 作战半径只有800公里 不到歼202000公里的一半 这使得F22现在的目标定位 就怎么样呢 保卫自己美国本土 因为他飞不远嘛 保卫美国本土而已 如果不给F22装所谓外挂邮箱 或者是派出加油机等等的 F22就算现在部署在日本 也只能勉勉强强飞到中国大陆沿海的地区而已 那其次F22的数据链的问题 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 压根都没有流出 它能够升级的空间 导致之后诞生了很多的 所谓的机载设备 都没有办法装上去 无法在所谓的电子设备上 进行升级upgrade F22就只能用上个世纪的火控 还有雷达系统 还有美国空军程体系的 这些数据链也都没有了 而且也导致F22无法融入 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 一切作战都得靠自己 又是单打独斗了 刚刚不是说F35对上了歼20 它是单打独斗的 就没有任何的功效 因为它有空井500 而且双方对阵 还是在中国大陆周遭 F35是趋于劣势的 等于F35在中国大陆周遭 好那现在陆美说 就算F22怎么样 就算中国大陆的殲-20 跟空井500 这边中国大陆 飞到了美国本土上空 F22你也只能单打独斗 对抗殲-20 因为对于F22来说 它最大优势 就是它的隐身的能力 还有机动性 陆美说理论上来讲 F22的尾部的位置的隐身能力 应该会比殲-20高 不过隐身性这种东西 在两款战斗机没有直接放在一起对比的状况之下 这些数据 这些data 只是理论而已 好那除了这个隐身性 另外是机动性的问题 这主要美国更加先进的航发所带来的 所以来看到它的这个所谓的机动性会好一点点 但是在现在的所谓的超视剧打击的体系之下 这个机动性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小的 另外刚刚说到很多 中国大陆就是霹雳15 它是一款双脉冲发动机 几乎是飞行全程都是最佳攻击的一个路线 包括这个战机靠这个机动性 根本就难以躲开中国大陆的这个霹雳15 所以陆美说如果这个F22对上了歼-20 在数据链方面会陷入很大的劣势 自身具备的优势也很难发挥出来 而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整体来说 F22其实还不如F35系列好用 不然F35就不会有这个所谓好几个型号 但是F22却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升级跟改进了 感谢观看